不符合标准 必须踩掉 同座 拉上我的小车车去挣个几百块 这车不光能拉工具 还能带火 欢迎回家 有排面 这速度两秒就到了 万万没想到吧 本来是来挂电视的 背景墙怎么是这个样子的 听查批了 原来客户家是总被挂大白了 他也觉得背景墙 做的可能有点浅了 现在是让我来看一下 11厘米 那后面就不用装架子了 再量一下电视的长度和高度 高度和宽度留的确实不少 一边三公分 就这个深度 不换背景墙 那就只能挖墙了 把粉墙的这一层皮 全都给它扒掉 怎么也得扒个两公分 搬完之后 现在的深度是勉强够用 嵌入式电视专用的深双挂架 这就可以安装了 上下的缝隙 虽然留的还是有点大 现在改善不了 只能这样了 后期等刮大白的师傅 把这处理好 我们再来吧 今日先测 择日再战 等等了等 我又来了 时隔几日 看 这都处理好了 背面不光刮平了 而且还贴了黑色的臂部 终于到了安装的时候了 每个尺寸都要精细的计算了 电视的厚度是8.5 背景墙的厚度是13.5 加上我们85的可调节挂架的厚度是4公分 这款挂架大家应该都了解了 这个架子可以调节电视 比如说低头啊 阳头啊 左面高了 右面低了 这种情况都可以调节 这就是它的调节范围 即使安装有高地差 有它也能调 架子的列阶 我就给你挂在下边了 电视的背架和电视先组装好 这样我们就能在电视的背面 做一个预组 这是画孔的样板子 背架预组好 样板子和背架重合 对应好这几个螺丝孔 然后测量出纸板底边到电视底边的距离 在背景墙中线的位置 我们标记出来安装的高度 这个高度是用分钟法去计算的 估计上过小学的都没问题 中线对中线 我们先画一个标记点 高度呢 也是在这个位置 位置定好之后呢 我们就用水平尺 把这个样板子给它调平 画孔的时候 尤其上面这几个螺丝孔都得画出来 因为后期电视拉出来的话 会产生杠杆原理 收力最大的就是上面的螺丝 打孔的时候一定要念个咒语 不然的话容易打到钢筋 打孔的时候 大家总担心电视那么重 挂上会不会掉 其实掉不了的 怎么能掉呢 本来想展示个倒立 由于空间太小算了 撕展不开 接下来的工作就简单了 把电视抬上去 直接挂到挂架上 剩下的就是调节的部分了 挂上去先推到位 然后我们测量一下 电视底边两边的尺寸是否均匀 还有左右两边的距离是否一样 调整好位置 然后我们在后边呢 把这个电视的锁片压住 这个即使有小孩搬 它也没有问题 因为有这个压片 就可以把电视和这个挂架 牢牢的锁死了 现在电视整体是有点低头 下边接近三公分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上边 上边的话不到两公分 到挂架的背面 这有一个调节螺丝 调它就可以 安装挂架的时候 如果我们安装的高低有误差的话 电视高低分析不一样 也可以在电视的背面 有两个调节螺丝 可升可降 怎么样 从前期的翻车 到后期的整改 到现在的安装完毕 效果是不是杠杆了 从侧面看 和背景墙是一样平的 虽然客户已经很满意了 但是我个人觉得如果做背景墙的时候 把边框的分析做的再小一点 这个融洽度会更好 然后就拍了 然后就拍了 好 最后 赞 5 5 8 7 7